今天教你用三个鸡蛋一碗面做一个超级好吃的小零食 口感细腻绵软比蛋糕还好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 祖传的大碗中打入三个正经的母鸡蛋 加入三克的酵母粉 四量的白糖 搅拌至白糖酵母融化 再倒入250克普通的面粉 搅拌成面絮 加10克食用油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这是醒发好的面满满的蜂窝状 把它移到面地上揉面排气 先擀成一张厚一点的饼 再像饰品中这样切成长方形的长条 全部做好 盖保鲜膜再醒10分钟 醒好后放在无油的平底锅中 烙至一面金黄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出锅 小零食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小零食细腻松软 淡香面香味十足 大人孩子都非常爱吃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个小红心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顺便再点个加号支持一下 好